人机共生时代AI及未来 人类社会存在以来 共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 蒸汽 电力和信息轮番上阵 革新技术生产方式 改造人力与物力的关系 而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开启科技革命至今 时间已过去了七十余年 由全新技术领航的第四次革命将至 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硬科技提上日程 北京大石辣街道 是老胡同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相关数据显示当地人口老龄化程度 接近40% 而在全中国范围内 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.64亿 如何为这些人提供养老服务 如何保障老年人居家生活安全等问题 亟待解决 今年10月 盲棚学校的孩子们 参观了北京一桩的Ahalo自动驾驶基地 亲手触碰到激光雷达和显示屏后 他们更为期待视力障碍者 能够与普通人一样出行的未来 尽管前景光明 但不可否认的是 AI仍然是个长周期 高投入 慢回报的行业 而且在这个赛道 中国与海外的尖端技术仍有距离 以百度为例 依照百度2021年Q3财报 报告期内企业核心营收增长15% 达到247亿元 其中依托于搜索引擎等 王牌业务的在线营销收入为195亿元 彭比增长6% 德国2018年 推出国家级人工智能战略 资助高校建设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国内诸多企业也致力于联手高校 培养既懂AI技术 又有产业实践经验的复合型AI人才 推用产学研深度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